再次 我本该刺杀陆远潼 阻止定远之乱 可陆远潼手中 还有冯夕需要的物件 阿海 集合英吏去千秋门 左相 他不是被禁足了吗 三皇子的马车 左相和洛远潼 不知在密谋些什么 三皇子也牵涉其中吗 不行 我要查清左相 到底有什么阴谋 千秋门 今日千秋门 你去找一些 伙好面生的来 明白 相爷 我一定叮嘱他们 护好陆世子 为什么要护好陆世子啊 不是您亲口答应了陆后吗 今日冯夕单独赴会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绝不能因为陆世子 而投鼠忌器走脱了冯夕 是 可刀剑无眼 我怕万一动起手来 伤到陆世子 那就 他陆远潼又不在场 即使他没了儿子 这笔账他只能算在冯夕头上 相爷告明 小叔 你真的不用我陪你一起去吗 为了避免陆周明起义 我要孤身复远 你在这等我消息就好 嗯 黎晕的山水可好啊 尚可 却比不过竹鸣翼的风光 世子爷可让我好等啊 久闻相爷风流倜傥 什么时候带我去平康坊 见识见识啊 这个好说 自然把世子爷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只是眼前有一个物件 不知世子爷是否待了 我父亲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冯夕跟侯爷 做的可是天字第一号的买卖 自然要看过那物件一眼 才能放心 好 在我这里 你可不知道 我一路上为了带这个东西 可把我难受坏了 怎么样 没想到侯爷还留了这一手 真是深谋远律 冯夕放心了 定陪侯爷一搏 好 不过 这个东西 相爷还是先还给我吧 好啊 小心 什么人 我是定远 世子爷这次可是秘密进进 那个 那 那怎么办 池统领 今日好大的阵仗啊 当日挟持军械的没有冯相爷 今日来千秋门的也没有池统领 上 小叔在冯夕州里啊 你们不要杀我 你们去杀他 去杀他 快 快 保护啊 保护啊 你 保护啊 救命呀 放不去 快上来 是你 殿下 左相登门 想必是带来了好消息 正是 老臣今天给殿下 带来了一个 能彻底扳倒冯夕的时政 什么时政 参见殿下 此人是陆远潼之子 陆征明的随行侍卫 他能证明冯夕 今日犯下了一桩 杀人命案 启禀父皇 启禀父皇 右相冯夕 与定远侯以突发疾病为由 诱骗陆世子秘密入京 意图挟持世子谋反 可是诸侯的世子 非诏不得入京 你是道听徒说呢 还是亲眼所见 这是陆世子的随身护卫 陆康亲眼所见 陆康你说 陆康亲眼所见 陆康亲眼所见 我家世子虽然喜欢棉花素柳 但是在大意上绝不含糊 一开始便言辞拒绝 可是没想到 冯夕居然想要杀人灭口 所以二人就在千秋门 打了起来 经诏也识查 千秋门确实有过一场歇斗 儿臣才敢如实禀告 那冯夕和陆世子人呢 我家世子被冯夕所伤 伤势极其严重 如今下落不明啊 而冯夕这个奸人 知道了事情败落 居然畏罪潜逃 你说的话句句属实 小人愿以性命担保 还请陛下 为我家世子做主啊 星耀 这事你怎么看 陆世子是殿远侯的掌忠宝 冯夕又是冯贵妃母族 唯一血脉 此事涉及甚广 儿臣不敢善准 传朕的旨意 捉拿冯夕 寻找陆世子 是 冯夕 多亏殿下 待陆康面圣 陛下才会下旨通缉冯夕 冯夕多行不意 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大快人心 只是父皇要求火捉 看来这个宁臣在父皇心中 还是分量不前 这个殿下不必担心 若是冯夕拒捕反杀官兵 到那个时候刀剑无眼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他怪得了谁啊 你的意思是 老臣有的是办法 让冯夕他有来无回 冯夕若是拒捕被杀 那是他命该如此 相爷从中使手段 却非君子所为 好吧 老臣答应殿下 绝不做不该做之事 退下吧 是 老臣告退 殿下 左相真的靠得住吗 万一那路寒 左相是什么人 我清楚得很 只是现在 我得让他为我所用 遗世总这么畏首畏尾 难怪一直被冯夕踩在脚下 相爷说的可是三皇子 数子不足与谋 相爷放心 您 您已揭三皇子之手 让陆康在皇帝面前做了证 细节颜值凿凿 由不得他们不信 那个陆康是应力的人假冒的 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尤其是三皇子 所以那个陆征明 绝不能让他活着 陆征明心口中见 估计这会儿 早就已经去阳王殿报到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一旦见人 隔杀无论 阿海 前秋门伏击本该万无一失 你怎么会又让冯夕 从你的手里逃走了 相爷 属下遇到些意外 所以 又是意外 我不想再听到这两个字 请相爷再给阿海一次机会 阿海这次绝不让相爷失望 好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一要降书 二要冯夕的人头 倘若再次失败 就不要再回来了 是 属下会不惜一切代价 杀掉冯夕 不负相爷所托 好 我给他上了药 暂时护住了心脉 夜路难行 我们还是等到天亮再赶路吧 姑娘及时相救 封某 凝急于心 上次赏花大会上 相爷投了东青花一票 为我解围 这次算我报恩吧 那姑娘 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萍水相逢 相爷何必执着与名字呢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 而我和三皇子之间有误会 你若不方便告知 那我便不问了 三皇子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们俩只是好友罢了 看来我是小人之心了 那你为何不 告诉我你的真名呢 我看你 我们俩没有 你我这个先不见 可以 我将认为我 你自己的第一个 我去哪些 你现在我严谈了 ت 你一定要得到我 你呢 相爷 你也受伤了 少说话 多救喜 我答应你 如果我们能活着回京都 我便告知你一切 顾左右而言他 定是有所隐瞒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追上来了 我们赶紧走 总跟着个尾巴 着实难受 得从这儿斩断它 马车 去看看 大人 什么都没有 知道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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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什么都没有 知道了 大人 相爷 阿孩 相爷 我们到时冯夕已经不知所踪 只有池通领的尸身 阿孩 阿孩 冯夕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他就帮你碎尸万段 阿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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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bargaining 阿孩 阿久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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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geil 阿余 阿洋 阿满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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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大人 大人此番远道而来 奇怪 东李小柱真是蓬毙生怀呀 杨秦毅何对冯夕如此恭敬 这位姑娘不是 先生你好 我叫赵璐 赵璐姑娘好 我此番蒙难 不得已前来打扰 打搅了先生的清静 相爷 您这说的是哪的话呀 我杨秦的命 都是您给捡回来的 我这次来 除了想在此地暂避几日之外 还有一事相求 相爷尽管吩咐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有一位治百病长百草的 院房亲戚 杨家出事之后 便搬来与你同住 相爷说的可是 涉地杨魁呀 巧了 他正在屋内研制草药呢 那太好了 大人放心 涉地杨魁医术精湛 若他救不了陆世子的命 恐这世上再无第二人 有此能耐 潘先生 魁先生 他怎么样 陆世子体格独特 心肺未知与常人不同 加之我这颗丹药 性命算是保住了 不过 行动 恐一时难以复原啊 先生能够保住他的命 已实属不易 多谢先生 大人 你们周车劳顿 怕是饿了吧 要不我们吃饭吧 请 请 葵先生可曾听过一种怪病 会专门忘记一个人 何谓专门忘记一个人 就是其他的记忆毫无损失 唯独会忘记 特定制人的一些经历 有些人头部受到重创 或者大病出狱之后 会忘记一些事情 不过 专门忘记一个人 这个好像是闻所未闻哪 的确闻所未闻 难以置信 我看大人 对陆世子的病况 很关心哪 他的死活 我本不介怀 可若他身死 陆远潼会把一切 都怪罪到我的头上 他跟着你们一路奔波 若不及时回京 恐怕会遭遇不测呀 我也是心机如焚 先要早日回京 可这一路上 全是左相的眼线 运一个活死人出去 疏为不已 大人若是放心的话 就把陆世子交给我 我不日将送草药入京 可在祸香中安放陆世子 有大人牵制左相 陆世子 或许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回到京都 如此甚好 那就 有劳奎先生了 大人客气了 是秦先生 让我给你送来的 谢谢 这个玉牌上 为何会有个西字 是不是又想起了 离你而去之人了 人非草木 孰能无擎 偶尔还是会想起他 是啊 所以碎蕾的玉牌 你又重新装好了 我到底有没有机会 见到这玉牌的主人呢 你要见他做什么 我想看看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连你都要舍弃 又是什么样的人 能让你念念不忘的 你不会见到他的 是啊 我是不应该在意他 因为假以时日 我会让你彻底放弃他 我会让你彻底放弃他 相爷你一向都如此自信吗 自信一些 难道不好吗 我要睡了 你出去吧 不死 咕啊 咕 秦先生早 冬月姑娘早啊 秦先生 我如今这昭露 不叫冬月 你们这是 闹什么喧热啊 一切都是为了冯夕好 还请秦先生不要追究 姑娘 你放心 我杨秦只会种田喂鸡 不会拆穿你的 谢秦先生 我陈启便将陆世子 放到魁先生的药材车内 让他随车入京 这样便了了 我们天大的麻烦 如此甚好 他病情严重 实在不适合跟着我们颠沛琉璃 好 您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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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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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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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先生当日既如此绝情 现在又何必在这里惺惺作态 姑娘何意 先生不必言识 我知道冯夕将你怀他二月的妻子害死 去唤取贵妃的遗体 我真是想不明白 冯夕害死你妻子 你不但不恨他 还要帮他逃脱追捕 冯大人对我们杨家恩重如山 更何况这是我妻子的遗愿 你妻子的遗愿 卓京怀胎二月 便查出了有胎漏之症 救治无效 弥留之际自请为大人分忧 大人起初不答应 无奈卓京一再坚持 最后总算答应了 说起来也奇怪 大人身上就是有一种 让人倾心追随的魅力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偷换贵妃失身 乃是大不敬之罪 我本应一事守口如瓶的 怎奈姑娘 对大人误会太深了 冯大人这一生 身负骂名 做的却是 既是救人之事 世人恨她 骂她 她都不放在心上 如果姑娘 如其他人一般 岂不让冯大人心寒呢 贵妃娘娘师不为害 你就拿她来算计 连安葬都不能进皇陵 冯夕 冯夕 你简直令人发指 你跟怀孕的母亲 和她未出世的胎儿 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 冯夕 原来是我误会你了 有很多努力的 有很多努力的 你应该是 Martha 她接走 你应该是 我君子 你应该是 我肯定是 你怎么冯夕 一面 又是 越走越偏了 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已经来过这一带 前面有一个客栈 可以落下 你不会是记错了吧 放心吧 跟着我 保证有地方住的 就是这里了 二位可乖 里边请 小二 上点韭菜 二位 不好意思啊 来来来 二位客官 这是本店杀猪剁菜的 你把他对我来干什么 不是你推我在调动吗 赶紧死回户出去 去去去 走 二位客官 吃点什么呀 天色已晚 有什么能冲击的 就快点上了吗 得嘞 来来来来来 仇же one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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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一只可以 留得一点声 mínimo正央 Revel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